今天要focus的国际新闻人物是孟晚舟 她在华为露面了 她在加拿大曾经有三年的被拘留时间 现在是华为副董事长 在去年底回到中国之后 沉寂了半年选择 现在才公开露面 在华为的年报记者会上 孟晚舟指出 美国制裁打压 公司规模虽然变小了 但是盈利的能力增强 年度净利大幅增长了百分之 将近76 实际上的这些净利 是变卖了她旗下手机品牌 荣耀这些子公司 而得到的净利 华为这几年来 持续优化鸿蒙的操作系统 希望能够在竞争激烈当中 杀出血路 去年9月与美邦达成协议 结束近三年加拿大软禁 返回中国大陆的 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 周二在深圳亲自主持 华为年报记者会 六个多月来首次公开露面 上一次我参加华为公司的 年报发布会 还是在四年之前 今天再次见到大家 会上曾经被官方拿来当作 爱国教育教材的孟晚舟 延续去年9月 繁体深圳时表现出的爱国情操 继续赞美祖国 与在家国期间 强颜欢笑相比 会上穿着黑色套装 玩起长发的孟晚舟 气色明显更好 而他口中的华为经营表现 不但已经卖过最低潮 年度尽力更大幅增长75.9% 但实际上华为尽力的增长 是来自于变卖旗下子公司 包括智慧手机子品牌荣耀 以及X864伏器业务都已经出售 华为的年度总营收 则锐减28.56% 仅有6300多亿人民币 不但卸下华为史上最大降幅 营收更是退回2017年的水准 美国的多轮制裁 其实对华为公司的手机PC这样的业务 是受到了很大的承压的 那另一方面我想说的是 中国的5G建设 已经在2020年基本完成 所以在中国的5G部署上 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客户需求了 第三个原因是华为和全球众多企业一样 在疫情下依然也承受了一样的压力 华为的轮值董事长郭平也坦言 华为遭遇的困境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 解决整个半导体的问题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非常满质的中国工程 这些技术重复开放 不一定有三页将军 在先进工业不可破的困难下 单元技术的流行 遇到困难的情况下 为了挣脱由美国制裁导致的断新危机 华为积极开发与优化自身的鸿蒙操作系统 并且大力推动由鸿蒙系统所构建的各种智慧装置与设备 上月底在西班牙巴塞隆纳举行的世界行动通讯大会上 华为就推出一系列搭载云端服务的智慧设备与穿戴装置 甚至是VR相关的开发 华为年报更显示到2021年底 搭载鸿蒙系统的设备数量已经超过2.2亿台 目前华为已经把服务重心 从过去手机为主的个别消费者转向B2B的企业 同时积极投入智慧汽车 大家也知道了我们在2021年底首次搭载HarmonyOS的车机也上市了 现在从数量上来看是速度发展最快的头绪 目前华为最确定的道路就是 HarmonyOS我们没有在海外发展计划 TVBS新闻综合报导